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次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TVB決定了今年不會再轉播奧斯卡金像獎 據他們自己解釋 是純粹的商業決定 但似乎外媒不太相信 有多家的外媒爭商報導 TVB停止轉播金像獎的消息 還質疑是政治決定 可以說是齊出國際 第二宗消息 陳奕迅本來 獲得了TVB和ViuTV的邀請 找他來擔任演唱的嘉賓 只不過 經歷了新疆年的風波以後 他的經理人就說 陳奕迅已經遲演了這兩個節目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TVB停播奧斯卡金像獎的消息 本來奧斯卡頒獎 會在下個月25日舉行 但是TVB的發言人就說 由於他們沒有買到那個播放權 故此 今年就不會去轉播 這個純粹是商業決定 當然 他們說是商業決定 人家信不信就另一回事 第一 TVB自從1969年以來 已經是連續25年 來轉播奧斯卡 超過了半個世紀的歷史 今年忽然之間說不播 無厘頭斷攬 究竟是 因什麼解救呢 純粹是商業決定 沒有理由 是不是 你有一個這麼長的 這麼悠久的廣播歷史 第二就是 原來在去年 TVB取得了這個奧斯卡頒獎禮的獨家播映權 而且還敲鑼打鼓地 猛地替奧斯卡頒獎禮做宣傳 即是證明得到 TVB是非常重視這個項目 但是今年忽然說不播 你中間的落差有沒有巨大一點 去年才說 當成是一件城市去辦 今年忽然之間就當成是凋淡了 當成是不存在 不是吧 這是什麼商業決定呢 所以很多人質疑 究竟背後是不是又是政治壓到一切 由於 之前已經不斷有消息傳出 就說大陸的中宣部 打算今年也不會是轉播金像獎 有兩大重要原因 第一 有一出由羅威導演Anders Helmer所執導的紀錄片 就叫做《不割席》 入圍了 最佳的紀錄短片 那麼這套《不割席》的內容是說什麼呢 就是以這個反送中的抗爭作為題材 當然啦 令到不少的香港網民都感到鼓舞 但是大陸肯定看到都覺得不順眼了 好了 第二個原因 美籍華裔女導演趙婷 他所拍攝的一出的話題片就叫做《浪跡天地》 以大熱的姿態就入圍了最佳導演 另外 這一部電影也有份角逐最佳電影 以及是最佳女主角等等的獎項 本來這一部的電影 其實內容就沒有說唱衰大陸 因為他純粹就是 講述一些美國發生的故事 按道理就不會觸動大陸的紅線 不過好壞不壞 他所執導的這部電影 入圍了五大獎項以後 大陸那些網民看到 這個是華裔的女導演 當然 查一下他的背景資料 一查之下就發現 原來他在很多年前 曾經就著中國社會的負面現象 發表過一些評論 甚至乎還批評 說中國遍地都是謊言 那他這番言論 當然就會引起大陸那些小粉紅網民的不滿 一醞釀下去的時候 最後 大陸方面又覺得有問題 所以 就構成了有兩大原因 大陸今年就不想轉播 這個奧斯卡辦獎 現在剛才你TVB又說不播 而且你是播足52年才說斷纜 如果你播一下不播一下 你喜歡又播不喜歡又不播 那也沒什麼好說 不會成為了外媒報導的消息 就是因為你播足半個世紀忽然之間說不播 那外媒就關注了 比如說這個彭博社和法新社都質疑 究竟TVB所做的這個決定 是不是含有一個政治因素在裡面呢 是不是要跟隨大陸的決定呢 這個大家心裡有個答案啦 TVB就說是純粹的商業決定 好了 其實呢 你播不播也好 如果那些市民 他們是要有興趣看的話 在互聯網的年代 基本上他們就一定在網上找到訊號 去實時收睇這個直播 你播不播其實就很閒 老實說我自己本身都對於這個奧斯卡頒獎禮 是完全沒有興趣 過去這麼多年來講 我都沒有看過任何一次 只不過 既然你播開的時候 你就沒有理由剝奪了公眾的欣賞權力 是不是 老實說 你TVB播不播這個奧斯卡頒獎禮 實際影響就微乎其微的 因為有心要看的人 他一樣可以在網上找到來看 但是 你現在這樣忽然之間停播 忽然之間將52年以來的傳統斷纜 顯得很小器 還有是給人一種感覺 大陸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是跟著大陸的指揮棒來走 雖然這個都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香港有很多人對於TVB也有這種印象 但是 這次對於外媒來說就很新鮮 因為你無厘頭播播 播足半個世紀 忽然間說不播 人家就拿來當作一宗大新聞 來報導 事實上 TVB現在就是想做很多事 來挽回 那些流失了的觀眾 比如說 他們有請回 曾志偉和王祖南回朝 嘗試找他們來量度一些橋段 看看可不可以吸引那些觀眾回頭 但是看他們最近那一條絕橋 就知道 這個台 根本上又沒有希望 走去惡搞姜濤 姜濤現在就是一個非常當紅的人物 尤其是ViuTV 他就是一哥 差不多 而且他也是有很多那些C9的粉絲 我沒有說錯 姜濤那些粉絲 其實很多都是中年的婦人 不是說那些 年輕人的學生 不是那些人 大家看到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姜濤有很多那些歌迷 竟然間是有錢到可以幫他在地鐵站那些燈箱賣廣告 在巴士的車身賣廣告 在報紙燈廣告 他生日又不知燈那樣那樣 這些東西就不是那些學生妹有能力做到的事 起碼來講 他就有一定這樣的經濟條件 才可以支持到 他去捧這個偶像 所以呢 根本上有很多都是C9去做歌迷 那你TVB現在要重新吸納一群觀眾 老實說你最能夠吸納的又是這群C9 你說那群年輕人十幾歲的 他已經是不再看電視的了 電視這個媒介已經離他很遠了 因為一般的家庭來講 放在廳裡就只有一部電視機這麼大把 你不要舉一些特別的例子 就說有些大屋一個廳可以放兩三部機 那些是另計 一般家庭都是只有一部電視機 好了 那個遙控器操作在哪個手上呢 多數就是在媽媽的手上 小數就是在爸爸的手上 反正就一定不會在子女手上的了 好了 那故此 到底那家人看哪一個電視台 多數就是媽媽控制 接著就是有些是爸爸控制 根本上做子女的就沒得控制 好了 現在這個年代就好一點 因為人人都有一部手機 回到家裡開了WiFi 那那些做子女的 他怎麼會有空看你看那個電視台才行的 他肯定是自己在互聯網的世界裏面 他喜歡看什麼就看什麼 他去到互聯網 他還會不會看TVB那麼笨 他有很多東西看 就算現在開一部電視機出來 很多人都已經不看TVB了 有些人就看ViuTV 有些人就看Netflix 有些人看YouTube 總之他就是不看TVB 因為在很多人的眼中 看TVB已經是賊的代名詞 他還怎麼會看呢 尤其是你問問那些年輕人、年輕人 讀中學的那些 你說他會不會看TVB追劇 他都愚蠢了 所以你現在去惡搞姜濤 其實就是得罪了那群中年的觀眾 那群人想回頭也沒可能 別人在支持姜濤 你就去踩他 做自己的藝人去醜化別人 那你有什麼位置呢 這些是低級趣味嘛 就是根本上現在TVB 搞搞一下那個感覺就好像搞到亞視收尾那幾年 那樣 走去扮鬼扮馬 以前就是這樣 亞視也是有一期這樣的 那些節目都做得亂了 那你現在TVB是不是在佈亞視的後塵呢 你去惡搞姜濤是沒有用的 你來來去去都是只有那群觀眾 那群觀眾走下一個走下一個 你很難再吸引到那些年輕人去看 你怎麼那麼吸引到別人去看呢?你都沒有本事嘛 剛剛才 那些年輕人不會看你的 這些是苟然殘喘的 你找曾志偉回去也是 原來當了這條糞便 你想吸引那些觀眾回頭也難啦 好了,接著我們又去看看 陳奕迅呢 最近就捲入了這個新疆棉的風波 本來他是一個隻手可熱的人物來的 無線和ViuTV呢 都是重磅地爭奪他 希望他是能夠出席 他們那個台裡面的歌唱節目 作為嘉賓的 誰不知他的經理人 金青青就說 無線和ViuTV呢 是有邀請過陳奕迅的 但是陳奕迅就已經遲演了 那你好地地為什麼要遲演呢? 本來的消息就說陳奕迅兩個台都會去的 現在你兩個台都不去 好了,當然很多人就是 私疑一件事 究竟你是不是看到現在香港群情洶湧 你就是迴避民意呢? 這些就叫做Lolly Jean的 為什麼呢? 其實大陸究竟有沒有下單要求你說要跟那個品牌割席 先說,如果沒有就是你自己弄出來的 那沒話好說啊 你看現在liki的人也是爆買的 是不是? 那麼你這麼急走出來割席做什麼呢 好了,現在一方面 他當然就是沒有了那份代言的合約 我相信他就損失了很多錢 就算你說他不用賠這個違約金也好 本來這些終身代言合約 肯定就是會定時定下有筆錢給你的 我就不信他一筆過就給了你的算數 肯定每年都有些傻傻給你的 好了,現在就沒有筆收入了 現在還要給香港的觀眾唾棄 現在網上很多聲音就說 你不要在香港表演,你回大灣區吧 有些又說你去新疆表演 所以現在怎樣呢? 培了夫人又接兵 本來陳奕迅在香港 他一說開演唱會,至少都可以開廿場的人來的 已經取代了譚詠麟的地位了 現在就沒有了,在神台那裡忽然跌下來 這些是傻傻到極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